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大家过得还好吗? 今天的主题呢,我觉得蛮特别的 要来跟大家聊梦想 那这东西的话呢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议题 其实也是跟我们接下来 要讨论的很多的主题 包括退休是有相关的 所以我今天觉得说 特别要把这个东西 再把它当成是一个主题来跟大家聊聊 所以我们就事不宜迟 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那梦想的部分呢 其实我这次没有特别做很多的pop point 所以我就用一个比较 我打算用一个比较新形态的模式 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用画图的方式 所以我的procreate这边呢 其实就是已经有了这个 用画图的方式了 那当然就是在上面这边 就是可以就是用 这个我们手写把apple pencil 就是这种方式来写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 其实就是梦想 哇 这个字真的是看起来非常的 哇 还蛮有感觉的哦 哈哈哈哈 我喜欢这种写写写的感受 那我其实有把今天的纲要之后 刚刚有稍微写了一下 今天要来聊的有三个主题 那这三个主题的话呢 我来看一下 这个 简单的来聊一下 好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爆个梦 梦想 这个等一下会聊到 那第二的话呢 就是如果没有梦想的话 事实上 你很可能 就没有一个追寻的目标 好 这个等一下会聊到第二点 那第三的话呢 其实就是 呃 要来 跟大家聊一下说 到底是谁 扼杀了我们的梦想 那我们是有可能 重塑我们的梦想 再继续 呃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 往下前行嘛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 所以亲爱的来聊 第一个就是 宝可梦的梦想 好 如果你们常常看 我的文章的话 或者是我 之前分享过的很多的东西 其实你们可能 已经稍微知道了 好 但是你不知道的朋友 像我们在YouTube这边 新朋友 你可能还是不太知道 那么我就在这边 再跟大家聊一聊 好 那最主要的话就是 呃 像我 直到上大学之前 我都不知道 我到底要干嘛 好 那十年前其实比较风行的是 像类似资讯管理科系 这样子的 呃 热门科系 那我大学 我呃 高中我是念普通的高中 那普通高中的话 你最后一定要去选择一个系所嘛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 呃 我姐姐她在资讯管理科系 所以她后来也 呃 说 其实可以往那个方向走 我爸妈也觉得说 我应该要往那个方向走 所以最后 我就真的去 念了资讯管理科系 好 那资讯管理科系 我在那边其实也是念的蛮痛苦的 因为对我来讲 她不是我喜欢的东西 所以 她不会是我的梦想 那直到我去了 呃 参加社团之后 我才发现说 欸 原来社团里面有这个所谓的摄影 好 摄影组 然后可以教你去摄影啊 然后或者是拍影片 拿dv出来拍来拍去 然后最后用剪辑软体 做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我后来才发现说 哦 这个东西好好玩哦 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 我就开始往那边去转眼 转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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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后来才发现说 其实我做这件事情 有更大的成就感跟乐趣 我甚至觉得说 我自己念的资讯管理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痛苦的负担 好 我不喜欢写程式 我也不喜欢去了解那些 呃 计算类的东西 好 个人觉得很不喜欢 所以 后来在 呃 大一生大二 有这个机缘 好 让我就是 呃 学校转学考 所以我就转进去 我们学校的这个工商业设计系 那就开始我自己本身 自己在呃 学习 比如说商业设计 或者是这些平面的东西 那那个时候 其实我的梦想很简单 我很希望我能够用影像 或者是用动画的方式 来跟大家说故事 好 所以其实就是用画图 好 用 拍片的方式跟大家聊 好 那当然十年和东西 没有 十年前的我 当然不可能去想到说 现在我居然可以 面对镜头 看看而他 而且常常上节目 好 用我自己的嘴巴 就可以跟大家讲故事 而不需要用画图的方式 好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人生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太多不同的可能性了 对 那 当我转进去工商业设计系之后呢 其实我就开始 我自己一系列的学习 那 那 这些东西都是 我自己很喜欢 比如说 基础绘画的课程 或者是 嗯 素描嘛 然后学一些基本设计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跟你的 美感养成有关的东西 那我 呃 因为我是转学生的关系 我比比较还要 呃 转进去是大二 但是呢 我大一的课程也要去修 所以我非常的辛苦 很努力的再去学习这些东西 但是我必须讲这些东西 其实都成为 呃 我现在 之所以是宝可梦很大的基础 因为你们会发现 其实宝可梦的部落格里面 都有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 呃 图文 这是怎么来的 你再来看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分享啦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 呃 部落格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你把它点开来看 那其实 像我的每一篇文章 像这个图片跟文字的搭配 其实 很明显 都完全 我完全运用到 我大学时候 我学习的任何的技巧 包括就是 呃 字型的选择 排版 然后 图样的选择 然后 剑层 然后还有 这个字 就这种感觉 或者是 我不知道怎么讲的 这就是一种美感啦 好 所以大家会发觉宝可梦其实哦 不只是拍照 好 拍的还不错 然后字型的编排也很好 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其他人 比较难去超越的部分 好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 也要归功于就是我大学时期 真的是很认真很认真的在去 呃 学习跟去使用 这些东西 比如说影像编辑的软体 好 甚至是呃 比如说Foreshop Illustrator 然后再来就是 呃 Premiere 然后After Effects 之类的 好 像这些 比较专业的软体 其实对于后来的我 好 在现在进行所谓的文字 创作影像创作图像创作的时候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都几乎是Pro级 专业级的这个这个成效 所以这在对于现在 我记得有很强大的奠基作用 但是其实我必须讲 大学时期那时候 我真的非常的痛苦 对就是 唉 好累哦 要追寻自己的梦想 真的是 呃 你真的不只是要拼命 你是要拼了三条老命 去做这件事情 那一样的 大学毕业之后 其实我也很盼望 我不知道说我应该要做什么 我要去念研究所吗 还是我 呃 可以去国外深造 这是一个逃避社会工作现实 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 但是 呃 对于每个人 应该是说 对于台湾的中产阶级来讲的话 其实 我们家里面的父母 不见得有那个钱 可以support我们 去国外留学 我很想要去美国学习动画的技巧 甚至去那边 呃 去 比如说 PIXAR或者是像 那个迪士尼 然后去学习 成为动画师 这是我很大的梦想 我很希望能够有 这很精湛的技巧 然后可以 就是有机会去学 但是我后来发现 其实我家根本没有那个钱 那我当兵退伍之后 我在家里面握了一年 发现根本就没有办法 不可能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在觉得说 嗯 感觉上好像真的不太可能 就是出国留学了 所以我就转一个方向 我开始去聊 去理解一下 我家里面的这个财务状况 因为有时候都会有账单 然后就发现 我爸妈妈其实对信用卡 使用上一窍不通 然后就是欠了一大堆 那个循环信用的额度 这样子 那时候我才发现说 其实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对 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消息 然后看了书才发现说 其实塑胶货币真的是很恐怖 然后我就叫我爸妈 赶快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完 之后我们家才没有了 一直欠这个银行的 这个信用卡债的这个部分 那也让我对信用卡 留着很不好的印象 那在家里面当了米虫 当了一年之后 也只好出来工作啦 那时候刚好有朋友讲说 台北有一个公司 要缺一个这个动画室的职位 要不要来做 那我就来了 那来了之后上台北之后 就是一代就待了十年到现在 那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在我的书里面有讲到就是 北上之后拿到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 月薪大概两万多的一个动画室的职位 然后就朝九晚五 那么因为要开心转户的关系 所以接出了第一张信用卡 接出了信用卡之后 勾起了我另外的好奇心 就觉得说 哎呦这东西好像真的蛮有趣的 所以后来就开始慢慢的钻眼 然后越来越多越多 才成为现在的宝可梦 所以我觉得人生的确是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的 那么在四五年前 当我开始慢慢的有名声之后 其实网上对我攻击的人也很多 有的人就等着看好戏 就觉得说 嗯我看你怎么出球之类的 甚至你自己不小心犯了一个错 他们都会用放大镜子去检视你 去攻击你 那等到我受到这样子的攻击之后 我后来才觉得说 不对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是不对的 所以我也立下了一个决心 那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台湾的金融生态 其实对于消费者真的是太不友善了 所有的消费者都是一盘三杀 没有办法团结起来 有一个声音能够跟银行这些大财团来做对抗 而是任人宰割的这个鱼肉 你知道人为刀主我为鱼肉 这真的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 但是大家还是一样 永远都是银行有嗜好康就往那边冲 但是银行砍优惠的时候 大家就四处逃窜 这件事情永远都没有办法 有一个类似像头一样的人出来 带领大家去对抗 那你可能会想到说 有没有什么代表性的人物 曾经是这样代表庶民 站出来对抗银行财团的 你好像要想到十年前有个卡神杨慧如 但是他的做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因为他是去钻银行的法规的漏洞 然后来去赚取这个所谓的价差 你也不能够说他错 因为银行的法规也没有说他这样不能做 但是银行恼羞成目就一气就告上法庭 中国信徒 那最后他们最后是和解了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对于 使用信用卡上 其实社会的观感就非常的不好 然后加上之后又发生这个所谓的卡债风暴 所以大部分的人甚至了一辈 我爸妈妈他们也是觉得 信用卡这东西好糟糕 就不要就碰 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才发现说 其实社会对于信用卡的使用者 或者是卡债一族 或者是一般的消费者来说都是很不友善的 直到现在还是一样 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唯一有一丝转机就是 三四年前的时候我就立下了一个试 我觉得我到时候才刚开始写部落格 然后我才发现说 原来有这种所谓的旧团办卡 然后NGM连结 或者是所谓的推广连结这种东西 那这种联盟行销的东西 很多的部落客因为他们做的比较早 所以他们就 Google的搜寻排名比较前面 然后他们就是放了这些连结之后 开始赚钱 但这件事情当然没有对错 而是因为他们辛苦了写文章 所以说开始有些收益 只是对于我来讲 我当初的感受我是觉得很奇怪 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的文章会有超连结可以点 然后点了就可以办卡 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我就觉得怪怪的 直到后来 我开始有一点名气 我的粉丝页 那个时候有3000多个赞的时候 就有人有代理商找上我 就说你要不要加入这个联盟行销 然后就可以靠这个流量赚钱之类的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你的办卡连结 通通都是可以赚钱的 比如说一张信用卡就500块 那你如果这个月你有来到100张新户办卡 那你的佣金收入就有来到5万块钱 所以这个就是一般的所谓的联盟推销 能够让你赚钱的被动收入的一个模式 但是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受众就那么多 这一批人办过之后他就不会是新户了 他也不可能就是有办法就是再成为新户一次 除非他要再办另外一张卡片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我觉得这叫做节责而语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知道所有的人全部都办完一轮卡片 那就没了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对于联盟行销的推广 我反而不会那么的积极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我会觉得我在利用大家 然后大家就是给我了好康优惠之后 就拍拍臂股就两清就没事 但事实上大家没有拿到额外的好康 所以后来我发现MGM这种亲友推荐的模式比较适合我 因为我觉得互利共享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不希望占大家太多的便宜 而是能够把一部分的回馈 就是回馈到大家上 一部分的利益回馈到大家身上 我才会心难理得 有些人是投资如果风险太高的话晚上睡不着觉 但我的想法是如果我赚太多钱 我晚上会睡不着觉 因为我觉得这不会是我应得的 而是因为你们相信我 才跟我的团在办卡 我才能够拿到这些东西的 而且这些东西其实不只是有型的 比如说刷卡金或者是金钱的回馈 甚至你们也给我了我 让我有了影响力 有了这件事情的想法跟feedback之后 我才想到说 其实我们消费者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团结起来 然后我发挥我的影响力来 试图的去改变台湾金融界的现况 如果我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是不是就功德圆满了 那以现在的我来讲的话 其实过了已经过了三年了嘛 那我的粉丝也成立四年 从四年前默默无稳的这个省钱记事本 到三年前两年前 我上了第一次新闻哇哇哇之后 到现在已经往上抽到现在已经接近六万个赞了 在这段时间里面有多少的银行多少厂商看向我而愿意跟我合作 那他们跟我主动接洽的同时就是我有话语权来跟他们传达消费者要的是什么东西这件事情 他们跟我谈offer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说这件事情不可行 因为消费者不喜欢这个东西或者是他们在问我年度优惠的时候说下一个年度应该要怎么做之后 我会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在市场上是可以的 这东西在市场上是行不通的 因为我就是你们的化身 我就是消费者 所以我非常清楚有些东西行得通 有些东西行不通 所以在某种层面而言 我已经尽了我的影响力再去影响这些银行跟财团 我觉得我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那这也是我的梦想指引 那只是说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 因为我还是不够大 说真的很多的银行他们会看在我是宝可梦 可能会稍微尊敬 但是他们还是以他们长官的意见跟整个金融体系的走向跟趋势为主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除非我能有更大的影响力 我才有办法为大家争取更多的福利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开板帮的KOL们 有时候也会跟我complain说 你为什么要帮银行做那么多事情 而你却不收钱 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有趣 因为是我的银行都觉得你对他们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他们不会为你再多花任何银帽钱 就算你在那边哭天喊地 他也不会给你钱 所以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说 你跟人家伸手要钱 这件事情是你要跟人家低头 你要跟人家拿赠品 这是一件低头 人家如果不是因为看得上你 主动把赠品把钱拿给你 你跟人家伸手要都是一件很丢烈的事情 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很不喜欢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对于我来讲 我比较喜欢的是 我看到了这个金融商品的亮点跟好处 秉持着好东西跟大家分享的心态来去做分享 这件事情我做得比较快乐 我也不会去因为我要赚这个钱 昧着良心去讲一些 会伤害大家的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还是要有一个衡量 跟一个把持在心里面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够好 那就不应该去做推广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 真的很不错的话 你不给我钱 我也应该要帮你去做推广 因为好的东西 本来就是应该要跟好的 跟大家分享 就好像星光银行 他从来都没有MGM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东西 实话回馈很好 我就是没有钱 我也要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样的道理 好东西本来就是值得分享的 那这个东西 无关乎你到底有没有赚钱 无关乎你花了多少的时间 跟多少的心力 在背后辛苦的拍影片 辛苦的做简报 这些东西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有多少人看到了这个影片 因此拿到了好的产品 去省下钱 这才是重点 所以我的梦想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把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发挥我的影响力 让全台湾 让金融产业 让所有的厂商 去尊重我们的意见 能够让我们 在关键时刻 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比如说 年度卡片的优惠权益更新的时候 我在这边 大家都觉得宝克蒙在行风作难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点 如果不是我在这边 让让银行 有没有可能会因为害怕 负面的消息 然后就稍微就是收敛一点 还是他就直接就让他变烂了 你觉得这件事情 难道我没有做到的 就是一个 帮助大家去做止血的动作吗 不要让大家马上就被割韭菜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 没有赚钱得罪银行 也要去做的事情 因为这对大家来说 是有长远的帮助的 绝对不是为了我自己的个人利益 那当然对于我来讲 我是消费者 我也觉得 我能够用到好的卡片游会 对我来说也是很开心的 这个无关乎赚钱 而是关乎消费者的使用权益 如果他缩减的太夸张的话 当然是要教大家剪卡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梦想的部分 也因为我有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我很愿意 就是花我的很多的时间 再去经营这一块 不论他有没有赚钱 就是一定要去做 每天一支影片 每天一篇文章 不管怎样 就是要尽量去分享 就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宝可梦的梦想的部分 这个勾子怎么大 这个勾这样比较好看 好来 第二个勾勾的话就是 如果你没有梦想 那么你就没有人生的目标 没有人生的目标的话 是不是就是昏昏呜呜的过日子就好了 那又何必退休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也是这个想法也是启发于我的弟弟 我的弟弟可能也是我的人生导师之一 因为之前段午节回家的时候 我去跟家里就回家吧 跟他聊天 他就跟我讲说 他一个月赚三万三万都花光光 都没有存钱 我听了整个就是烙眼海 就快吓傻了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 就是不想要存钱 没有未雨绸缪 去想到他20年30年后 可能会用到这些钱 而要选择现在即时行乐 把他全部花掉 我才发现原来我弟弟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 他没有去想到很远很远以后的未来 他想要做什么事情 他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这件事情也让我去深深的去反省说 是不是我身边很多的人 或者是我们的很多的粉丝里面 也很多人都是这样 就是说 我现在因为对未来没有想法 所以我只要保有我现在的这份工作就好了 我这份工作已经让我累得要死了 我礼拜一上班的时候 我只想着礼拜五就要下班 礼拜六日我就是在家里面耍飞 我要休息 那么下个礼拜一再继续分招 为的就是月底月初的那一份 两万多的薪水 三万多的薪水 让我可以就是继续的养家活口 活口饭吃 就只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是这个样子的人的话 我会觉得非常的可惜 为什么 因为当你没有一个 真正让你每天早上五点半六点起床 时间一到 你自然身体就会醒来 跳起来马上起来去做自己 去做你想做梦想的事情 我觉得 那这样子 真的很可惜 因为如果你的人生是有一个梦想 有一个真的要往下走的目标的话 其实你会 人生会过得非常 像我 我不敢说我自己有多有成就 或是多厉害 但是我自己每天都在做的 这件事情 我可以跟你分享 就是每天早上六点半七点起床 第一件事情 就是持续的搜寻 跟信用卡跟理财有关的资讯 并且开始分享给大家 那这件事情我已经做了两年了 每天都在做 从一开始养成的这个微小的原子习惯 开始做起 到现在已经两年了 它为我带来多大的时间 复利效应 你们看就知道了 我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可以跟银行 就是开始 有一点 他们来找我合作的时候 我也可以跟他们去 negotiate 能够去讨价还价 能够帮大家都争取到一些权益 甚至是我额外举办活动 把我赚的钱回馈给大家 这都是我能够做到的 那这也是因为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持续的在做 我做得很开心 做得很快乐 所以每天晚上 一两点才睡觉 早上六七点起来工作 上班之前一定要先拍一支影片 跟大家分享 这件事情我做的乐此不比 虽然我累得快死掉了 但是 就是应该要做 所以我觉得 大家应该要去找到一个 你生命中 应该要去追寻的梦想跟目标 那么 你每天会过得比较快乐 甚至于你会愿意花你下半的时间 开始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你梦想中的那件事情 甚至周六周日 你不会再颓废在家里面 你甚至会愿意为了实现你的梦想 而出去外面多兼差 多赚钱 那么 你钱赚的越多 你能够存的越多 你就能够启动一个正向的经济循环 那么你就能够靠着复利 靠着6% 7%的 这个所谓的复利的法则 能够让你尽快去扑里贫困 能够让你能 像我一样 我的梦想 能够在三到十年之内存到一千万 那么 我靠这些钱所滚出来的现金流 我就能够开心的过生活 我不需要向银行低头 请他们给我业配 能够养活我自己 我只要靠我自己本身的钱 我就能够养活我自己了 那我是不是就能够不受银行钳制的 去讲我想讲的话 只要是不做上天害理的事情 对社会当中有益的事情 我们就应该要去做 对不对 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做起来 我会觉得比较快心比较快乐 我甚至觉得 我只要讲最好的就好了 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就分享 不好的东西我都不讲 那这样不是能够起到 影响整个台湾的金融体系 能够让台湾的银行业更竞争 而不会永远就只是摆烂而已 你就知道 只要是第一名被提下来 变第二名第三名之后 他们就会开始紧听到 越做越好 像中国信托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很希望能够这个样子 那回到今天的问题 就是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比较没有梦想的人 是不是可以开始去思考 你的兴趣是什么 你有没有可能为他开始持续的 浇灌你的时间做付出 那么你将来的话呢 就有可能靠这个赚钱 并且有一个真的实行退休梦想的一个urge 就是一个动力 当你找到了这个动力之后 你的整个循环就会加快 那么你就能够真的在20年内 甚至15年之内退休 这个退休的意义不是代表说 你就整天废在家里面 回到以前的生活不是 而是你有更多的余裕 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也就是你的梦想 所以我觉得退休跟梦想 这个东西是一体两面的 所以它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只是说讲退休 人家都不想听 讲梦想人家也觉得是 就好像是在空谈一样 但事实上的话 这个东西对我来讲 它是一样的 它是一体两面 所以我也希望让大家 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第二点的话 我们已经讲完了 那第三的话呢 就是到底是谁扼杀了我们的梦想 这个问题当然就是非常的现实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现在的台湾人 大家都的想法都是一样 就是只要当个 混混二二的上班族 每个月里那个固定的薪水就好了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所以我其实刚刚在一开始 分享我的故事的时候 你有没有听到一个关键点 就是我在上大学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 我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 我想过我要当动画导演 我想过我要出国深造 那其实只是一个逃避的借口而已 事后来看就是这个样子 那直到我现在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很认真每天在做 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其实都拐了好几个弯 好多不同的转变 所以其实真正的问题就是在于教育 也就是说我们学校的教育是 田丫式的教育 是起头式的平等 每一个人从大学毕业之后 其实就好像是现在大家去健身房一样 然后你每个人都去练的 就是一样的肌肉棒子 出来每个人都长得一样 所以其实我们学校大学教育 教出来的学生 其实都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没有一个自己真正独立思考的 真正的一个想法的话 其实出来大家都是一样 就是没有想法 只想要随便找一份工作 稳定的工作 然后就稳定的过来后半生 但是呢 其实这件事情 其实会对台湾的整体的 经济状况跟创意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扼杀 为什么 因为如果每个人都一样的话 那我们就是共产国家 每个人都不要有自己的思想了 但是我们是一个多元的文化跟社会 所以我们可以容许有各种不同的生意 就好像十年前 当我开始要研究信用卡的时候 我的家人也是反对我 他就说 讲信用卡有什么用 你怎么可能可以靠信用卡赚钱 但是现在的我不一样 因为我靠信用卡 我出了一本书 我靠信用卡开始赚钱 我靠信用卡退休 这件事情也是之前的人 完全都没有想过的吧 所以用宝可梦的例子来跟大家讲 就是 Everything is possible 任何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也不要妄自飞流 不要觉得自己是没有影响力 不要觉得自己的梦想 想做的事情是没有用的 不可能 都是有可能的 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愿意 你真的认真的为他浇灌 其实他是可以的 好 那刚刚回到刚刚讲的这个教育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教育可以更加开放 甚至 更严重的问题是 也许我们学校的老师都不是一个 在战场上面曾经打过仗的老师 他来跟我们讲的不是实际上的例子 就好像是 你在大学学的经济学 那些教授他们也只是念了硕班跟博班 出来之后 来回来学校当老师 那其实也都是关在象牙塔里面 在做教学而已 但是如果你从事的 你跟在老师旁边学习的 不是像在象牙塔里面的学者 而是真的在企业里面去打滚的 是不是他就可以跟你讲很多很多的人生的 真正的关卡跟道理 那你学的是不是可以更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学校上面学到的东西 感觉上没有办法在食物上面学一只用 或者是说 我们在学校里面根本就没有学到任何的理财知识 这些东西都是要我们出了社会之后 买了烂商品 被骗了 不知道被骗了多少钱之后 我们才学乖的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是有切身之痛 所以理财这条路也是一样 你们应该要找到的是一个真正正确的名师 那个名不是明界的名 这个名是真的是明天的名 我不见得会是你的名师 但是至少我也走过了不少运网路 所以我可以跟你讲这些陷阱在哪里 你至少你可以跳过他们 而不要再花这些冤枉钱 这是我唯一能够帮大家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也很希望大家就是 拜托你们开始去想一想 如果以前的教育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让你有一个真正深刻的去思考 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你想要过怎样的生活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真的很希望你看了这支影片之后 真的开始去深思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知道我每次讲这种比较深的议题都没有人要看 这种就是点击率超差的但没有关系 能救几个就救几个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无上的奉献了好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跟大家聊这三个议题 第一个就是我的梦想是什么 跟大家分享了 第二个如果你没有梦想没有目标 那你更遑论退休 也不用讲投资理财 所以投资理财跟这些东西是一体两面的 到底是谁扼杀了我们的梦想 我们为什么都是其都是平等 我已经跟你明确的提出来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教育的问题 但是这也不是我能够解决的问题 只是有时候会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就是为什么不是在我高中在我大学的时候 我就开始去理解这些人生的道理 这些重要的理财知识 如果我早十年开始存钱 我开始善用复利的这个技巧 是不是十年的后的我 现在就不用这么辛苦的工作了 对不对 甚至在我小时候我用压税钱 直接投入市场赚取7%的获利 大家都知道七二法则 七二法则就是如果是7%的话 72除以7大概是10左右 我的压税钱在十年之后就会翻一倍 我现在35岁 我在5岁时候存的钱 现在又早就翻了两轮了 是不是 我是不是就可以轻松不少 小时候如果有10万块 现在都已经变多少 20 30万都是你自己小小的一桶金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财商教育很重要 但是我们的学校从来都没有教过我们 这是令人非常沮丧的一件事情 我不是说我要出来选立委或者是要选教育部长 而是如果我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一点改变的话 那么我就尽量发挥我的影响力做一点改变吧 好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聊的梦想的主题 希望你今天听了这个热热等的影片之后能够有所收获 好不好开始去思考你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东西 开始从现在当下做一点点改变 从原子习惯开始做改变 将来的你就会有所作为 就好像三年前的我 根本是nobody 五名小卒 萨巴尔而已 但现在的我却已经变这么大了 而且富力加注在我身上的威力跟影响力 还在与日俱增 我跟其他人拉出来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因为我未曾放弃 未曾歇止于付出这件事情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从我的身上去学习到这样的精神 对你的未来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赶快来订阅一下 小铃铛看起来最新的资讯 心灵成长 现在又多了一个心灵成长的类别 传送到你家 然后也非常欢迎你公开的按赞留言分享 把这个讯息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那些不懂得追寻自己梦想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大悟大车 开始改变自己的人生 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